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欢迎回到新闻大白话 我是王上志 不看来战争的效应在台湾一直备受讨论 包括蔡英文总统在参加一个同军活动的时候 甚至就是说我们要发挥同军精神 来帮助乌克兰听一下 当然对于国际上对于同军的精神 有没有包括跟军事的联想 还是究竟是一个什么样思考 感觉起来参加总统的连结度是很高 当然都知道这场乌克兰战争中 对于台湾 对于美国 包括对于中国 应该都是持续在观察 思考甚至学习当中 这里头包括在美国陆战队司令 伯格就特别提到 因为现在俄军在乌克兰的境内 有多个战线停滞 感觉起来在那个地方焦灼中 因此他说会让共军负责作战设想的参谋 甚至横渡台湾海峡对台发动侵略 会好好的思考要不要发动台海战争 当然我们都知道 在先前中美两国高峰对话的那个时候 其实包括山东舰的部分 中国大陆的解放军山东舰 事实上在穿行台湾海峡 这里头包括美国驱逐舰 包括台湾的舰艇 其实都是在同时跟肩的 这里头有关于早前 台海当中的紧张局势 曾经有共击闯东影的时候 到底我们有没有察觉 到底我们有没有锁定 那么现在方面 封传媒有一个幕后的报道指出说 其实我们军方其实是有锁定的 是整个都有锁定 只是要不要发出警告性的 甚至惩戒性的第一集 直接就飞弹打过去 其实是天人交战的 因为如果这样一不小心 会导致两岸战争 甚至引发整体的部分的动荡 所以这里头真的是有所两难 当然现在其实在网路上中 对于欧克兰战争当中 我们的政府的团队 民进党的执政当中 会相信 我们会相信这些嘴上始终 在喊看中保台的官员吗 有各式各样 是在网路当中的部分的梗图 跟讽刺的这个部分都大量的出现 当然行政院长苏生昌表达说 对于落跑这样子的说法 他不止的一搏 那么这个部分其实是在整个 乌克兰战争在台湾部分 整体的效应 首先请教郑亮兄 当然在这里头我们提到 其实这里头台海其实即使在 中美高峰的这场 拜登跟习近平的对话当中 山东界其实在进行 其实这里头最新的消息说 其实是有锁定的 只是说这里头第一级 究竟台湾要不要 要不要 就说你掌控到了 你想锁定是东引那个 对 东引那个 我说要到什么样的地步 我们的防御的部分的体现 这里头是不是确实是非常艰难 这个思路 这个决策 这个诚哥比我更了解 因为东引跟金马都是外岛 对 外岛坦白讲 我们的防空识别心 跟对方是重叠的 对 所以稍微飞偏了就进你的空域了 你知道我意思 所以他是不是故意 我相信外岛的驻军会有一些判断 如果是台湾那就非常严重 因为他就要刻意飞到这周边 所以如果是台湾澎湖 那就非常严重 可是这个是因为是外岛 东引 所以是不是他常常会有 反正大概就是不小心飞偏 靠近来一点点 那就算了吧 我不知道 刻意的不小心 如果说是 我觉得外岛的驻军 应该有一些判断的标准 跟台湾不一样 对 因为实在是太近了 没有错 那是不是有一些 看起来就是故意飞进来 有一些是擦边 不小心碰到 这个可能飞弹专家比较了解 对 那么这里头锁定了 请教友华兄 这种锁 已经有锁定这个部分的说法 有没有还是帮 感觉起来是 还是帮我们自己本身的国防 有一点粉丝 这样子说好了 好 那我直接了当这样说 我们的运输机 我们的民航机 飞金门 都是绕过厦门的一角 对 只要你在固定航道上面 对 那是没有敌意的 那是没有问题 如果它偏离航道 它是这样子飞的话 就有点虚异了 那你就是挑衅了 那这个挑衅就我所知 从1950年代开始 美国再三告诉台湾 你们不能第一击 是 长久以来 长久以来 包含台湾的几次外岛作战 我们的空军都要飞进去了 美国说 你敢飞进去 对地面进行轰炸的话 那就对不起 我所有的军备 我通通拿回去 那这样子就掐住台湾的脖子 各位如果不相信的话 各位自己去看 余大为 他有一本书叫做 《勤政纪要》 上面记载得清清楚楚 就是说巴尔山炮战的时候 空军起飞要去炸那个炮塔 或者是炮位的时候 美国反对 是 一直到了今天 美国讲台海上空发生任何事 除非我们的飞机 先被中国大陆给击落 否则的话 你不能够打中国大陆的飞机 那换句话说 就是一个那么弱小的军力 去抗衡一个核武大国的时候 还要防手防脚 而且还要防手防脚 你不能做第一级 对 这个就是美国给台湾的限制 其次我讲到第二个 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讲到所谓的山东舰 那全程监控如何如何 我跟你讲 我告诉各位根本是鬼扯 为什么 原因非常简单 他只要他在他领海通过 距离大陆沿岸山海里的话 我们不能够有任何作为 况且各位 那我提醒各位 二次世界大战到了今天为止 航空母舰想要通过台海 双方的反舰飞弹 可以把它集成 所以他航空母舰这样子通过 只是做个样子给你看 那真正他打仗的时候 绝对不敢进入 那么狭窄水域的航空母舰 如果他只要进入台海的话 双方都可以把它歼灭 我跟你讲 不用空军 只要用反舰飞弹 终继导引 那航空母舰就成为废铁 所以我们在评论这个事情的时候 一定要清楚的告诉观众 就是航空母舰 他这样子叫做正常巡逸 他如果要进行战斗巡逸的话 那就对不起 我们就可以把它给集成 所以所谓的第一级的定义 就在这个地方 如果他是像一般一样通过台海 他一般巡逸没有关系 如果他要做战斗巡航 所谓战斗巡航就是炮衣 那通通卸下来飞机升空 我们当然要有反应 对不对 勇冠兄 当然这里头还有一个 因为东颖这个事情已经很久了 按照道理如果这样子的 幕后的部分消息 到这么久 到现在才传出来 有没有一点还是要帮军方 我请蔡总统去东京自己看个一下 我们的天空飞弹 我们的雄二飞弹 对不起 全部摄像是在哪边 往台湾这边 不是对整中国大陆的 你以为说 那我一个防空炮塔一转 我就可以把它打下来 我们的天空飞弹 跟反舰飞弹的射口 是往台湾海峡 不是往东海 所以我们从这件事情 我们知道 中国大陆的民航机这样子进来 绝对没有像 某一些人报道的 那么的戏剧性 事实上 我们第一眼看到的 就是老百姓的 然后空军作战司令部才 一看 那个东西不是鬼播 那也不是杂播 对不对 就是这样子 没错 所以我们不必 去军方替蔡英文 去擦脂抹粉 因为毕竟我们的东印 他的部署不是针对性的 那中国大陆虽然是有挑衅 那你不是针对性的话 那个李亏的是谁 不是我们 是中国大陆 是 这有关于其实刚刚讲说 我想其实我们长久以来 在包括在思考评论 有关于台海战争当中 这个第一集 因为其实在全世界都假设 台海战争发动 不会是台湾发动的 美方发动的机会也很低 大概思考一定都是 中国大陆发动 可是这里我想 无论就刚刚讲 包括有华兄 跟正亮兄提到 即使在防御性这件事 来说就敌军来犯 这个第一集的决策 这个决策要紧张腾龙事 包括无论飞弹也好 包括我们的部分的军机要发射 比如说空军要发射的部分 空对空或包括空对地 要包括打舰艇 这个决策体系 真的就能够在军方自己本身 在第一时间的决策 还是要最后要传达到 我们的三军统帅 到这个部分来不来得及 这个当中你们在所谓 飞弹的这种决策思路当中 其实有关军令体系 是不是其实也是 也是一个蛮麻烦的事情 在台湾的角色上 我现在假设所有讲的都是对的 但是有一件事情没有发生 我就觉得有问题 为什么没有空气警报 东瓶没有空气警报 我假设这些都是对的 为什么没有空气警报 因为敌机零空 所以大家去推到底怎么一回事 照理说整个防空体系里面 这个时候空气警报该响 然后老百姓应该做适当的 都作为军队要做适当的反应 没有空气警报 所以最近我不评论 我想评论就是 把这几件事通通合在一起 跟这乌克兰战争做个整理 现在整个乌克兰的战局 从我的观点 我们学军事的观点 叫做战术压迫 俄罗斯在用战术压迫的方式 不把战争扩大 希望乌克兰屈服 他每一步都这样做的 不管从Day 1到Day 5 以战逼降 对 叫战术压迫 我们把这个东西投影到我们台湾来 我们所谓ADIZ西南方 空域 西南方空域 那个是不是叫战术压迫 对 这个是不是战术压迫 没错 其实再广义讲一点 张德浩同国是不是战术压迫 都是压迫 我为什么把这个提出来 其实我们现在在整个 国军的思维里面 要有一件事情 在共军不断的用战术压迫 来赐我们底线的时候 尤其在外国势力 我讲哪一国你们都知道哪一国 还没有介入之前 我们国军的作为是什么 这个一定要离定清楚 没有错 要不然刚刚讲第一级的问题 谁来当这个责任 所以这个东西在 我们已经明知道 它不断会用各种海陆空 各种方式的战术压迫的时候 各种场景的战术压迫的时候 我们的作为是什么 我们现在谈西南空域 我真的想谈谈东北 我们台湾的东北 就是台湾北方 调一台海域 我们都知道中共的海警船 已经365天在那边巡弋了 我们的反应是什么 我们的底线在哪里 他们也是战术压迫 表面上是对着 所谓的日本 琉球 但是也是对着我们 我想这一点是我们现在 不用公开 但是要有作为 最后一点点时间 郑亮兄 其实我们刚刚在包括 张仁兄跟友华兄所提到的 所以这里头其实 在这种战术压迫的情形之下 其实一直在试探我们的底线 或我们的底线的 这种作业程序 决策 军令决策程序 我们的第一枚防御飞弹 第一枚的部分的军事动作在哪里 这里头其实在试探当中 好像长期看 我们还是没有办法看出 我们自己的逻辑 因为我们国安会曾下令说 不得做第一级 这个就让军方绑手绑脚 他一定要请示上级 所以是战场的飞行员